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在经验主义呢 他就认定所有的知识是起源于感官印象 就是说感官印象呢 是感官 起源于感官 感官呢 当我们感官跟外界接触之后会形成印象 形成印象之后 我们人的心灵呢 把它变成simple idea simple idea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complex idea 复杂观念 然后再形成知识 也就是说经验主义认定人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是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五官呢 跟外在环境接触 在接触之后呢 形成了印象之后再转换成抽象的概念 这是经验主义 我们很简单的版本啊 这个 可是有人就说啦 我们人的感官并不敏锐 你看嘛 其他动物的感官都比我们人的感官要来得怎么样 敏锐 对不对 你看那个狗啊 他可以听到很 那个音域啊 听了很多 对不对 秀节比我们好 大概所有动物天生就会游泳 我们人呢 大概是要学才会游泳 所以有人就说啦 那你说感官是知识的源头 为什么很多动物感官比人敏锐 却不会产生知识 所以显然 人还有比其他动物有更多的什么能力 而这个能力是什么呢 在理性主义就认为说 人有理性 这个理性这个概念啦 我们整学期都躲不开它 一定会碰到它 所以迪卡尔所认定的理性主义是说 我们人的理性才是知识的源头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内在的能力 我们有这个内在的能力才能够去掌握 把那个外在的这些感官的内容呢 把它变成知识 把它变成知识 而他也说 实际上我们人有一些知识呢 是不需要靠感官先天就存在了 不需要靠感官呢 先天就可以了解了 就可以推论 从理性本身就可以推论 他举的例子大概都是数学跟那个逻辑 数学跟逻辑的例子呢 他意思说 我们很多知识根本不必从感官而来 我们理性就可以做推论 比如说A带B 然后呢 B带C 他也没有告诉你A是什么 B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抽象思考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A会带C 是不是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推论呢 是我们理性的能力 这是理性主义所说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康德 康德说啊 我们认定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 我们了解这个现象 不是从经验而来 我们只要从我们的理性的抽象思考 我们就可以知道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 各位同不同意 康德的说法 这是他在解释理性的功能 理性的功能 那意思是说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 当然这个说法在今天看起来不一定对 因为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 是在平面几何才算 在平面几何才算 我们地球是远的 所以我们两点之间常常都不是平面 都不是直线嘛 都是什么 斜线 各位你们如果坐飞机大概知道 这个叫什么 大远航线 整个地球里面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大远航线 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 日本人要到欧洲去 他们就通过北极海下去就到欧洲了 然后我们前一阵子不是中共允许我们的民航去怎么样 可以飞越中共的领空吗 因为我们不能飞越的时候要到泰国 我当年去英国坐了快24小时 要到泰国 然后到印度地中海 也就是说两点在地球以上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你只要把地球里拿过来 然后用绳子拉直以后 那个弧线 那个斜线 一定会通过什么 圆心 那个才是最短的距离 所以当中共允许我们的民航机 可以飞越中共领空 那表示距离可以省好多 甚至一小时以上 而且省很多油料 好了 我想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呢 就认定我们人呢 有理性这个能力 而这个能力呢 他可以不依赖经验主义 不依赖感官就可以产生一些先天的知识 这是他两个的基本的说法 详细的各位要去看相关的书 我把它念一下 89月最后一段跨虎的一 知识的来源 他说在传统的哲学里 有两个对立的学派 一个是经验主义 一个是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港官作用 港官作用就是我们港官跟外界的一个接触 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心智作用 所谓心智作用就是理性本身的运作 实用主义认为知识来自于活动 韩哥来 来自于个体环境交互作用 好 这一句话起来 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基本上所有的建构主义都是认定 知识的产生是由于个体环境交互作用 包括你们读过的皮亚杰 皮亚杰也是认为基模 adaptation跟accommodation 适应跟童话 那个都是人跟环境的交互作用 这一个命题 这个假设到今天 应该是所有的建构主义都还是相信的 所以杜威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被归到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有六种 不是只有一种 很多种建构主义 杜威的说法 你如果读建构主义的文章的话 他会发现 他也被归到这里面去 他说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呢 不仅要用感官 同时要用头脑 例如一个小孩看到火烛就想去摸 在这种情形之下 知识并未形成 当火烧到手感到手痛 想到摸火与手痛的关系的时候 才会形成知识 就是说要互动 这个知识既不是如经验主义所说的来自感官 也不是如理性主义所说的来自理性 而是来自于活动 实用主义者之所以强调 提倡 从做中学 就是这个道理 Learning by doing 这可能是考试的一个主题 他进来解释 为什么杜威强调从做中学 或者说从做中学是什么 从做中学这个名词是在杜威的教育民主 民主与教育 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有一本书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现在有两个版本 各位可以去查 也就是说他的杜威最重要的教育哲学著作 就叫做民主与教育 各位可以翻到这本书第117月 117月的第二行就是民主主义与教育 不过后来又有新的翻译本 是林一迪老师 他也翻译了他叫民主与教育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考研究所或者要考其他考试 恐怕要把这本书拿来读民主与教育 而事实上这本书呢 网页上就全部挂在那边 两三百月 你可以全部印下来去装订 然后你就读不完了 很多杜威 杜威好几本书 网页上你只要Key in 用Google啊 用什么你只要Key in 将Dewee输进去 现在很多书都整本挂在那边 免费了 这个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 如果你要继续读研究所的话 奉劝你去把一些民主义印下来读 别闭了 感谢观看